老师好,那我们在讯息串,讯息串的话,有些学生他会在上面洗版 对啊,他登录好玩,打个A123,然后Enter,ABCEnter,一直洗版一直洗版 那我们有什么管理工具?有,在成员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当我点成员的时候呢,刚刚说过咯,你可以加一个协同教师 合作学习,对不对?那这边呢,你也可以一个一个帮学生把email打进去,太累了啦 那这里,这里,假设说这个大雄同学一直乱发讯息呢,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把它什么?忽略 什么叫做忽略?老师看一下,我点选这里哦,然后在这里动作 忽略的话,一样要交作业 然后呢,不能回复其他同学的作业,也不能留言,也不能张贴讯息 他只能交作业,都不能回复,能留言 因为他一直在洗版啊,你看见吗?他有管理工具的,来,我点忽略 当他忽略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个静音状态 就是不能说话,不能留言 来,如果他变乖了,这时候点他,再把它点什么?取消忽略 那另外两个动作,你看一下 邮件给他,通知他 如果学生没有搜邮件,我们在学校小学,学生可是没有电脑呢 也没有手机呢,所以你邮件给他意义性不太大 他一定要等到他,除非是你跟他讲,用他的教育账号 因为用教育账号,他常常在使用 你得提醒他去搜邮件 因为在学校嘛,现在也不会大规模停课了啦 直接跟他讲就好了 移除就是把他踢出去哦 我们不会把孩子踢出去啦 再不乖,你起到他不用拱命了 希望他转学 你气在心里,嘴巴也不能讲这种话 我们教育的人有时候会讲 有时候会讲得很气,会说什么 来,叫你爸爸带回去 现在可以在家进行教育 你都不听我上课 我一骂他,你骂得很凶 但是我讲得理直气壮 有些话千万要小心 情绪上来的时候,不要讲话 让孩子回去传 现在没完没了 对对对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在这里 哦,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学生的管理 那成绩在这里看一下 你打过成绩的时候呢 看一下资料都在这里 我们出了三次作业通通都在这里 你看见吗,这边三个点点 哦,全部发还 哦,还没打完啊 要不要做修改等等等 从这里 所以这边成员可以针对学生做管理 那成绩的地方 每一支作业这边都有记录 那边有关系的地方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谢谢大家